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作者是波兰的约瑟夫·维尔康 翻译江凡 这本书呢 是由新月书房出品 我来给你讲啊 花豹布鲁诺 正当布鲁诺小心翼翼地 走向邻近的丛林时 热带草原已经是一片黑漆漆了 今天是他的第一次狩猎 他辛辛苦苦地 为自己开了一条 穿过茂密矮林的路 丛林里是充满了生命 有时 这里忽然响起稀稀疏疏的低语 有时 那里又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 布鲁诺停下来 专心地听着周围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身边走过 他吓了一跳 拔腿就跑 过了一会儿 他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 突然 他眼前亮起了两颗圆滚滚的大眼睛 他准备好扑上去 并且发出了可怕的嘶吼声 就在这个时候 布鲁诺听到了一个斗趣的声音 难道你要把我吃掉吗 在布鲁诺面前站着一只小暴女 她乌溜溜的身体就像夜色一样黑 我叫丽莎 你呢 我 我叫布鲁诺 布鲁诺回答丽莎 然后把头害羞地盯着地上 你的嘶吼声 真让我害怕呢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这些豹子 也猎杀自己人了呢 丽莎笑着说 你该不会迷路了吧 布鲁诺假装没听见 于是 丽莎便提议说 来吧 我来带路 他们默默地走在一起 丽莎的毛在月光下发出了闪闪的荧光 布鲁诺心想 布鲁诺心想 她好美啊 这是你第一次来丛林吗 嗯 布鲁诺吞吞吐吐地说 她觉得很丢脸 然后他们走到了丛林的边缘 她鼓起勇气 她鼓起勇气 问丽莎说 我们 明天要不要再碰面呢 好啊 如果你不怕的话 丽莎笑着说 然后就消失在黑夜里 在回家的路上 布鲁诺才忽然想起来 她和丽莎根本没约好碰面的地点 晚上 布鲁诺一直睡不着 为什么 她会被丽莎金色的眼睛吓到呢 她想象 丽莎在月光下 紧紧地依偎着她 四周只有丛林沙沙的低语声 第二天 布鲁诺的父亲 逗弄着她 看来 我们的儿子 整晚都在狩猎 但却什么都没猎到 哈哈哈哈 当布鲁诺 正想提起夜里的遭遇时 他的父亲 却开始讲起 他第一次的狩猎经验 记得我第一次狩猎的时候啊 当时是一片黑漆漆的 可是我却 丽莎的步伐 多么轻盈啊 布鲁诺的思绪 还停留在丛林里 现在的她 只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 她必须 再见到丽莎 布鲁诺的思绪 她跳起来 布鲁诺跟了上去 就这样 布鲁诺和丽莎 开始了一段 美好的时光 每天晚上 他们都见面 只要布鲁诺 越常见到丽莎 就越盼望 有一天 她可以将自己的头 靠着丽莎的头 用她粗糙的舌头 舔一舔她的毛 或是温柔地 抚摸着她 但是 她不敢碰丽莎 万一 她不喜欢这样呢 有一天 她打算将丽莎 介绍给她的父母 但是 丽莎却马上拒绝她说 我们黑豹 是不喜欢在大白天露面的 为什么不呢 我有很多黑豹朋友 我都和他们在草原上玩呢 那就别来烦我 去找你那些黑豹朋友吧 丽莎大声地喊叫着 然后就跑开了 布鲁诺像个石头一般 一动也不动地愣在那里 她到底在生什么气啊 布鲁诺整天都难过得不得了 她打算向丽莎解释一切 因此 天一黑 她就跑进丛林里 当她听见 杂草稀稀疏疏地弯了起来 她的心也扑通扑通地跳着 哦 可是 那不是丽莎 是一只拖着沉重脚步的大象 从矮树丛里走了出来 布鲁诺问大象 请问 您有没有看到 黑色小豹女丽莎呢 大象扯着喇叭似的声音 甩着鼻子问她 你该不会是恋爱了吧 小伙子 嘿嘿 她刚刚还在那后面呢 布鲁诺继续向前走 地面变得越来越潮湿 充满了泥泥 她不小心被树干拌了一下 她在沼泽里越陷越深 但还是看不到丽莎的踪影 一旁的小水塘里 站着一只肥状的水牛 布鲁诺一开口 就被水牛给打断了 不要太靠近我 她咕噜噜地叫着 并且垂下了牛角准备迎战 先生 我只是想请问你一件事 你有没有看到 黑色小豹女丽莎呢 听到这里 水牛才松了一口气说 哦 她刚刚还在那边呢 布鲁诺远远遗忘 只看见一只老犀牛 正在洗泥巴玉 对布鲁诺寻找丽莎的问题 老犀牛只发出 享受着泥巴玉的呼噜呼噜声 布鲁诺没有停留太久 就继续赶路 她看见在灌木丛的深处 有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是丽莎 才跳了两步 布鲁诺来到了丽莎的身边 但是迎面而来的 却是一张刺人的鸟嘴 哦 这些年轻人 吓死我了 现在连当一只老猫头鹰 都不再是一件安全的事了 原来她把猫头鹰的眼睛 给认成了丽莎 布鲁诺只好恳求猫头鹰的原谅 然后垂头丧气地往回家的路走 她不知道 丽莎正躲在附近观察她 她想从布鲁诺的背后叫她 但却也开不了口 日子是一夜又过了一夜 布鲁诺一直在丛林里 漫无目的地寻找丽莎 有一天晚上 当大象看到布鲁诺钻进藤蔓里 迷惑得东张西望时 她对水牛说 这只花豹 是不是脑筋不正常啊 布鲁诺只好待在家里不出门 她不跟任何人说话 不吃东西 而且几乎不睡觉 有一天 她的妈妈担心地对她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有什么事困扰着你吗 布鲁诺再也忍不住了 她紧紧地靠着妈妈 将丽莎的事告诉她 妈妈专心地听着 然后想了一下说 如果丽莎真的那么好 那么你就非找到她不可 布鲁诺擦擦眼泪说 但是 我一直不明白 她为什么生我的气 妈妈回答说 因为 她喜欢你啊 猴子们在布鲁诺的背后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我们那只正在恋爱的花豹又来了 布鲁诺找遍了整个热带丛林 最后来到了一座悬崖旁边 我从这里往下跳 就会摔死 她想象着 然后布鲁诺往悬崖对面一望 天哪 她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因为丽莎就站在对面呢 丽莎也看到了布鲁诺 她转过身 然后慢慢地走开 但是 布鲁诺却大声地喊着 丽莎 等等 我要跟你解释一切 丽莎喊着说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你喜欢白天 我喜欢黑夜 而且 我们之间的悬崖 实在太深了 我要跳到你那里去 你才不敢呢 就在这个时候啊 丽莎吓呆了 只见布鲁诺开始助跑 来到悬崖的旁边 用力一跳 她像支箭一样 向它飞了过来 可是 她不小心落在悬崖旁边 小心 要不是丽莎拉她一把 她差一点 就掉进深谷里了 丽莎责怪布鲁诺说 你疯了吗 我只是 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比喜欢其他的黑豹 还要多一千倍 丽莎严肃地看着布鲁诺 布鲁诺问丽莎 能不能 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和我 去见我的父母呢 这时 太阳正好升起 丽莎开始不安起来 黑豹在大白天里 根本就不能随意走动 因为 到处都有猎人埋伏着 然后她又小声地说 我得走了 布鲁诺 我很害怕 丽莎 丽莎 丽莎转过头 哭了起来 布鲁诺 马上紧紧地抱住丽莎 丽莎也把她的头 靠在布鲁诺的头上 布鲁诺心想 我绝对不会 让不幸的事 发生在她的身上 这个时候 他们都感觉到 他们是多么真心地 喜欢对方 布鲁诺 终于将丽莎 介绍给她的父母 过了不久 他们两人就举行了婚礼 后来呢 有一只鹦鹉说 布鲁诺和丽莎 生了两只小豹 一只是黄黑色的 一只是黑黄色的 嘿嘿 真的是这样吗 谁知道呢 不过呢 这一则关于爱的故事啊 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了 好了小耳朵 今天的故事啊 华爸给你讲完了 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对吗 花豹布鲁诺 内向害羞 黑豹丽莎 活泼大方 两只豹啊 是截然不同 但当他们相爱了 就能一起克服彼此的差异 最后还结婚 共组家庭 生了两只可爱的小豹 转头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也一定经历过 类似的过程 所以才会生下了你 这个可爱的小宝贝 那么 你要不要说说看 你的爸爸妈妈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在底下留言 跟华爸 还有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那么我们就 留言里见 晚安